之前有一個我真的是差一點跟他翻臉 明明就說壞禮物 但他卻放了一張我送他的海報 然後我個人的電影海報 他跟我說壞禮物 我那個朋友立刻已經封縮了 沒有再聯絡了 我是好像想說最近要健康一點 因為我前幾天去做健康檢查 對對對 目前是看起來都蠻健康的 但是想說有些身心靈想要調整的部分 你有紅字嗎 任何 對 報告還沒有全部出來 我希望不要有紅字 對對對 大概是哪一個部分 哪一個部分會得到你們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人生第一次完整做健康檢查 怎麼了解 妳過到30歲了 就是我之前 Vivian you can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觀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健康檢查要定期的去做 對 我這個就是一個蠻錯誤的示範 活了30歲才第一次做健康檢查 但目前看起來是蠻好的 你有做什麼吃什麼低渣飲食嗎 有 就是前三天那個低渣飲食跟就是前一天要先 乾淨的身體的狀態就是都睡不好 但我覺得就是腸外鏡做完都蠻健康 那時候有餓到快封掉嗎 就是有耶 我就是有點當下脾氣有點差 但是因為在自己在房間也沒人幹嘛 所以就早早睡覺 其實我本來是有計畫 明年想要有一段時間去美國生活一下 對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要 應該說強迫自己離開自己太舒服的環境 然後剛好因為去年也拍了很多用英文去表演的一些電影啊作品等等 所以我本來是有計畫要明年可以去美國生活一整次 對 但是最近工作又有點延後跟那個時間的規劃 所以應該還是會往這個方向前進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是不是會想要去進修還是去念修還是沒有 我就是去那邊什麼都不做 呃 我其實會先 呃 我也會想要找幾個就是那種表演工坊 或者是課程去上 然後但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是 如果我是去加州的話 我一定要認真的學會怎麼開車 所以 對 所以雖然我之前有一陣子就是練得很勤 但99又沒開又有點生疏 所以 對對我來講最大的恐懼就是 要去把車子練好 然後我覺得這些都對我來講就是非常有希望 跟勇敢去追夢的那種感覺